很多人经常跟台长说 台长我的一生很失败 台长就跟他说 什么叫失败你知道吗 失败你走进成功又进了一步 失败就是越来越接近了成功 成功是什么 就是走过了所有失败的路 最后剩下一条路 那就是成功之路 我们人学佛也是这样 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折磨 我们才有冲上天堂的力量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 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唱 性格决定人的命运 选择改变人生 机会不要等待 创造就会有机会 只要你拥有创造力 想象力 只要你愿意去成功 去耕耘 去慈悲 去洗舌 去救度众生 你就有机会成为人间菩萨 我们做人 我们做人要做正确的事情 记住了 做正确的事情 比把正确的事情做对更重要 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放弃 很多的时候 我们成功就在进一步努力之中 所以放弃的人 永远离开了成功 学佛修心 我们就要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永不放弃 我们才能共盘四圣 所以成功在心里 不要认为将来才会 哎呀成功是将来才会 而是从决定去做 那一刻时候 你已经走在了成功的路上 我们只要继续的努力 累积功德 成功只日可淡 我们就要继续的努力